有朋友問,心經裡頭無知亦無得以無所得故,兩句解釋,不用給學費? 那裡不懂解釋,因為整條心經一去到照劍溫空之後就無法解釋了 那個不是講給我們犯夫聽的 整條心經一去到寫理子識不是空空不是識的時候 寫理子是跟羅漢講的 因為我都不是羅漢你會明白他講什麼 所以那些人出來講心經解釋那些是吹水的 你怎樣才可以講到識識識識空呢? 這個人可以穿個腹牆走進來,有這個法術有這個功力 即是一個密則世界和感性世界是合在一起的 他又解釋這句話識識識識空了,空什麼? 被人兜心打隨到那個仆街怎麼空? 所以他心經去到照劍溫階空就是凡夫夠用的了 你真的做到照劍溫階空了,碰了碰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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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碰 那一段是無法解釋的,無知也無得過大菩薩解釋的 說跟大菩薩講經那裡,之後他是跟研究院講經的 你剛才讀小學生,跟你講微積分就浪費氣了,對不對? 所以那些人是吹水的,所以當年我講心經是講過一個字的 但一個半字講了七日,七日都未講完,太深奧了 那個宇宙十一度空間,大佬,有些四度空間未搞定 第五度空間未知